北京时间2月17日 针对着国族队长郝俊敏的讨薪事件 又出现了巨大的反转 武汉队和当地媒体都指出 俱乐部早就正式地发放了郝俊敏的工资 没有发放的部分属于部分的比赛奖金 武汉方面的负责人向媒体透露 郝俊敏每个月的工资都是按时发放的 之所以没有发放的部分是部分比赛的赢球奖金 和平球奖金实际上加在一起呢 金额在一两百万元人民币左右 俱乐部现在在和郝俊敏进行沟通 但是联系不上 据说足协领导已经过问此事了 那么这样算起来啊 这个平球奖金和赢球奖金数目 还真的是相当多了 郝俊敏是在去年的7月份 转回加盟到武汉队的 随后总计代表球队出战了13场比赛 这13场比赛当中 武汉队输掉了其中的三场 也就是说呢 另外的10场比赛是有奖金的 其中仅仅赢了3场 打平了7场 按照当地媒体的说法 金额在一两百万元左右 这也就是说赢了三场球 平了7场 就能够拿到近两百万的赢球奖金 这个数目也是比较多的 在疫情的大背景下 在球队相对处于困难的状况之下 球员该不该拿这笔钱 确实 需要打上一个很大的问号 不过既然俱乐部和球员有缘在先 已经约定了这个数目 没有及时付清也是问题所在 而据媒体透露 足协的领导已经关注到此事 再和薅俊敏交涉了 大家注意这样的用词 再和薅俊敏交涉 而不是和俱乐部沟通 这就多少说明了 有可能足协会充当和适老的角色 比如劝薅俊敏适当地放弃部分薪税 不要太过于和球队进行纠缠 这就多少说明了 事件接下来可能会迎来比较大的转机 有可能足协会出面说服薅俊敏 放弃一部分的奖金 毕竟在昨天晚间 武汉队已经连夜发布公告 表示接下来将会更进一步地 响应足协的号召 会降低队员们的薪税 等到薅俊敏这样的裹脚回到 球队当中和球队重新会合之后 球队会和队员们一起商讨一下 看看接下来如何针对浙星 赛季制定全新的工资标准 看到这样的消息 很多网友还是选择站在薅俊敏这一边 为足协送上一片骂声 认为足协这样拉偏价是厚此薄彼 既然约定的事情就应该负责到底 而不是堂而皇之稀里糊涂的就欠薪 什么时候拖欠别人的工资 也成了顺理成章的事了呢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